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池田非常害怕父亲有一天离他而去 画面一转 池田嫁给了成一 成一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似乎都不待见池田 只有成一的妹妹小香对池田表示了好感 随后成一给池田见上了曾祖父曾祖母 因为她们年纪大没有参加婚礼 这天晚上池田又做了一份梦 梦见自己的父亲病逝了 成一安慰着池田没事的只是梦而已 第二天池田在屋子里闲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老婆婆 婆婆的样貌有点像幽灵 吓着池田坐在地上 随后成一告诉池田 那个不是什么幽灵而是高祖母 她现在125岁了 差不多就要消失了 池田不明白什么叫做消失 成一继续解释 因为他们是残像啊 一年后成一的祖父去世了 祖父的告别仪式上 父亲让亲朋好友一起思念祖父 父亲说 虽然祖父的遗体火化了 但是可以通过七云的思念 召唤祖父生前的印象 说着亲人们开始思念祖父 一道白光闪过 祖父的印象出现了 成一告诉池田 祖父既不是复活也不是幽灵 他只是我们思念产生的残像 你可以触碰他们 也可以和他们对话 随着岁月的逝去 残像会慢慢消失 一般是20年左右 有了这20年漫长的告别 生者就不会太痛苦 而高祖母的残像存在了22年 他马上就要消失了 池田明白后 忍不住问成一 如果我的父亲去世了 可以召回他的残像吗 成一做不了主 就去问父母 结果父母不同意 认为召唤池田父亲的残像没意义 晚上池田躲在房间哭泣 这时小香过来了 小香安慰着池田 父母其实很温柔 不要讨厌他们哦 池田欣慰地摸了摸小香的脸 随后小香睡在母亲的腿上 和母亲说着悄悄话 母亲忍不住 滴了一滴眼泪 穿透了小香的身体 原来小香十年前就死了 现在的小香也是残像 没多久 高祖母消失了 曾祖父和曾祖母 也渐渐变得模糊 虽然池田嫁过来有八年了 但成一的父母 对池田还是不女不才 直到有一天 池田看到成一 和一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池田质问的成一 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的 成一非常坦白地回答 是啊 我要和她结婚了 池田很震惊 我们还没离婚呢 接着 成一告诉了池田 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 十年前 成一和池田结婚的前一天 池田遇到交通事故 当场死掉了 是成一向池田的父亲 苦苦哀求 才换回了池田的残像 再过十年 池田的残像就要消失了 想明白了的池田 悄悄地离开了成一 回到了自己的家 池田在想 自己和父亲 谁会先走一步呢 这是伊藤润二 为数不多 温馨感人的作品 成一用十年的时间 走出了悲伤 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而池田也只能回到父亲身边 用剩下的十年时间 和父亲男一字 漫长地告别 电影云娜 云力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